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米格大叔 這間阿溪魷魚羹在昆明街34號西門町裡面 是50年的老店 那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原則上這上面就已經有菜單了 然後也有標榜它是50年的老店 老闆娘你好 請問我第一次來,您推薦我點什麼嗎? 招牌,等一下我煮起來你就知道 等一下那尾招牌點就非常可以 老闆娘,您推薦綜合羹麵嗎? 招牌,招牌 那請問這一間就是從很早就賣到現在是嗎? 對,從這一間就賣到現在 這一間是已經改建過的 它已經又老了 這是海文池到現在 有啦有啦,你愛吃這些 那應該是從您父親那一代就開始在賣了 是 不錯啦 這次在一代一起賣到現在 那您小朋友有可能會接嗎? 小朋友應該不知道 他有在幫忙 慢慢訓練啦 沒那麼快 慢慢訓練 那綜合羹的特色是什麼? 綜合羹的特色是什麼? 綜合羹的特色是三種老料 我現在要出來 我出來你看一下就知道 是是是 用看的比較亂 那營業時間呢? 營業時間8點到晚上9點多 每一天都有嗎? 每一天 對,一個月休兩天 夜中的禮拜一 禮拜一啊 禮拜一有的休息 兩天禮拜一 謝謝 因為老闆娘實在是太忙了 因為她才一個人而已 那只能從這個櫃檯上稍微看一下 總之很多種調味油 我認得出來就是豬油啊 然後沙茶 這些齁 這兩種嗎? 應該是有 你看這個就是 嘿 我看阿爸吃過清湯白療 阿姨有這個旁邊喔 爸爸要旁邊 我旁邊 對,清湯麵就是旁邊 好好好 綜合應該是指魚酥 魷魚羹 這三桶不是 就這三桶招牌叫好料 這一碗 陳平在這裡 你看 這一碗就是我們這邊的好料 嘿 好,謝謝 還有這一碗叫羊 這碗叫什麼? 這碗叫羊 這碗叫招牌麵 好,謝謝 還有一些小菜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小菜 好,菜單就在這個進門左邊這邊 畫了單再給老闆娘這樣 好,原則上內用區應該是可以做三十幾個人 還算蠻寬敞的 那菜單都在這邊 就從上面看一下 原則上它跟湯類都可以 是湯也可以放油麵、意麵、冬粉 米粉、板條跟飯 好,很多種 他們的聲音也很好 價格上覺得是稍稍小貴 好,那地址在這邊 昆明街34號 然後還有電話 好,那我就決定吃那個招牌 跟這個地瓜葉 好,那現在又回到吃站區 因為我給那個菜單給老闆娘 總共就是這幾種料 然後再做變化 這個就是有香味的 然後原則上就是 有聽說他們的料都很新鮮 那這個醬應該也很厲害 醬汁是調下去而已 也沒有什麼多厲害 湯頭是大骨湯嗎 不是不是,菜頭湯 菜頭,哦~~ 哦,這樣 哦,那站在這邊就可以聞到這個湯蠻香的 那,我們就直接品嘗好了 因為老闆娘太忙了,就沒辦法好好介紹這樣 招牌羹現在就好了 看起來有點誇張哦 這個有點像點盤的大小 拳頭才這麼大 然後他有大概我兩個拳頭那麼大 就大碗公這樣 沒有吃不曉得 第一個看到的話是 花枝跟 花枝跟魷魚 那個褐色的不曉得是什麼 等一下吃吃看 先喝一口湯頭看看 老闆娘講說他是用這個 白蘿蔔煮的湯頭 原來這個就是一種傳統味 應該是有 白蘿蔔跟 跟蒜 蒜頭炸的酥吧 總之是一種台灣的那種傳統跟湯的味道 那吃吃看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排骨酥 還蠻香的 有五香粉的味道在裡面 應該是五香粉跟醬油 還有糖吧 醃過的 嗯還不錯 而且那種很傳統的排骨酥的味道 然後再來是這個花枝 花枝羹喔 嗯 這家店我好像吃過欸 嗯 這個花枝跟 我小時候吃過這種味道 雖然不知道是不是這家店喔 它的花枝是有一點 有一點Q度的喔 稍微硬一點 Q彈Q彈的 然後甘甜甘甜的 還蠻好吃的 嗯 這裡有一顆的 你還有一顆嗎 這裡有一顆的蛋 嗯 你帶一顆 第三就是這個魷魚喔 醋醋 就在你前面 對對對 就在你前面 嗯 算 魷魚也算蠻Q彈的 蠻新鮮的 好 目前它這樣的表現 我覺得是 90分 還不錯 好這兩種 像是老闆娘推薦的喔 這個 我不知道是什麼 蒜頭吧 然後這個是辣椒醬 好現在都加下去了 再看這個味道 看味道在變得怎麼樣 嗯 嗯 好 加了味道不錯喔 然後蒜的味道 讓這個跟湯變得更 更有香氣 更有層次感 但是前提是 你要敢吃大蒜 辣椒 我倒是覺得 沒有很辣喔 嗯 好那目前的分數給他95分 蠻不錯的喔 那變成是有海鮮的鮮甜味 然後還有這個 嗯 濁料的清香味喔 然後昨天有粉絲問我 為什麼我講話會這麼慢喔 那現在我就跟你們答案 因為我這個不是 不是戲劇喔 我都是 現吃然後現品味 跟你們講我的感受 所以這個是沒有劇本的喔 我就講求就是實況秀這樣 完全真實 真香實彈喔 沒有照劇本來拍的 好那出錯的話 就是出錯了 好 那就請你們見諒一下喔 那每天戲劇這麼多 應該看膩了吧 總是在看看一些 真實的片子喔 那我就是走這種路線的 阿西有一根 我覺得加了這個 醬汁之後 辣椒醬跟蒜頭醬之後 會比較好吃 它的原味的話是會比較清甜而單調啦 加上這個醬是會覺得比較好吃 可是小孩的話 可能就不敢吃這些醬料喔 也許這家店小時候我吃過 我不確定喔 那這個 花枝根的 甜度我是有記憶的喔 跟它的Q度 嗯 也很大份喔 一百多塊 我覺得合理啦 不會說覺得很貴 還蠻多青菜的喔 好那 大食量的人 我就推薦你吃這一道 這樣應該是 差不多了啦 好那這個是 地瓜葉喔 原則上30塊 這樣也還算蠻大盤的喔 那再來就是看這個 地瓜葉好不好吃 再來就是 梗會不會太硬喔 原則上都燙得還蠻清脆的喔 吃起來還蠻脆綠的喔 蠻嫩的 上面應該就是淋醬油膏跟油酥喔 這個還不錯 最主要就是不要這個纖維太硬啦 不然就是會覺得吃起來好像在吃草這樣 然後這個還好 好那這個我給它 85分 好那最後是這家店的名片喔 阿西魷魚根50年老店 然後這個品項賣很多種喔 可以看一下 然後地址跟電話 然後還有小菜啊 湯類喔 好那各位有來就祝你用餐一塊喔 原則上的話老闆娘是蠻熱情的喔 目前看到電影就是老老闆跟老老闆娘喔 兩個人 二十幾個人這樣子有點小忙喔 然後你可能要稍等一下 才吃得到餐點 會稍等一下喔 餐點都蠻好吃的 然後都很有古早味 好拜拜 好拜拜